張健昇演新角做到變瘋癲腦 陳家媛、張健昇等人 日前就出席網劇《反黑記者會》 演出一頭金髮的張健昇透露 今次將會飾演大反派 少子角色很瘋癲 他更坦然拍完這套劇要休息一下 因為做這種角色覺得很吃力 我想我拍完這個角色之後 我會頭髮排 因為真的很吃力 因為你的角色很像人家小丑 真的很瘋癲 原來真的會晚上睡不著 還有手心真的很大汗 我想我真的要去看看 但我挺享受現在 因為自己知道精神狀況好還是不好 因為筆下數十次都在說 維持自己的精神狀況 我都覺得自己整個瘋癲腦 此外張健昇有少子 出街遇見警察會避開 因為怕被查身份證 我經常出街都是戴帽 戴眼鏡 我見到警察我會避開 因為我想勉強一些不必要的尷尬 很瘋癲 你在街上見到一個這樣的人 你覺得他是甚麼人 我見你眼都疲癲 疲癲 眉都沒有了 疲癲 我一會兒去試試 我疲癲不疲癲 神經病